你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,我是许端逸,但连及关心淡水、北海岸还有新北市的重要消息。 新北市金山警分局在今年1月发现疑似有4名员警向建筑废弃物业者收贿,让业者在黄青路旁边倾倒废弃物,因此以贪污治罪条例,主动送基隆地检署来侦办。 而基隆地检署侦办多时,认为涉滩情节重大,昨天指挥新北市调查处到金山派出所来搜索,并且带回4位涉案警察。 检方认为向性远警以及黄性远警有篡证之余,向基隆地方法院申请羁押,而其他人则改列为证人。 发生在去年8月,来自新竹的灵性业者涉嫌将建筑废弃物,违法清到在黄青路旁的农地,虽然警方追查到这名灵性业者,但是却发现有4名员警向业者索取贿赂,疑似包庇违法清到,因此金山警分局在今年1月主动将此案,还有涉案的4名员警通报基隆地检署来侦办。 有关零性业者,在103年8月,在本辖金山区有涉嫌清到废土,那已有本分局远警有涉嫌包庇,那案件本分局组成专业小组,本着自清自检,其勿忘勿重的立场,那个经过侦办以后,在今年的1月15号跟6月1号,分别将业者及本分局疑似涉案的这些远警, 主动含请基隆地方法院检察署来做深入侦办。 来到金山黄青路旁的空地,可以看到有许多的砖块,还有类似建筑物的废弃物,当时零性业者就把这里当作掩埋场违法清到,虽然警方循现追查到零性业者,将他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,含送法办,却意外查出自家远警包庇布法。 远警负有那个查契的这些责任,那所以他会为了规避,规避这些我们辖区远警的一个普通,大概都会为了规避,规避这些查契的,查契的责任,他就会试图透过关系来疏通我们远警。 设案的四名远警,除了许姓远警,无姓寻佐,目前改为证人之外,其余的象姓远警,以及黄姓远警两个人,被检方申请羁押。 在今年11月3号,更以涉嫌贪污治罪条例,罪嫌搜索金山派出所,金山警分局表示,这项封计案为主动通报,请检方侦办,对同仁涉贪,绝对不互短。 接下来是团艺金山采访报道。